治愈风景视频在网络上广受欢迎 不管在国内国外的平台上都曾火爆 很多自信的创作者分享了制作这类视频的经验 告诉你这些视频不是真实拍摄的 而是用AI生成的 并且这类视频不仅非常火爆 也容易变现 今天我就要来揭秘 这类视频非常火爆 是真的 容易变现 也是真的 我也有几个风景号在做 而且非常容易起号 比如说油管上这个JZQ100 去年11月6号才注册的 已经接近4000订阅者了 他的视频就是一些别墅 里面燃着壁炉 窗外下着雪 可以注写或作为工作的背景音乐 在年周前还获得了12万次观看 Cozy Coffee Shop 已经有6.7万订阅者了 他这个做的比较早 所以订阅者比较多 国内平台这类治愈风景账号就更多了 粉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都有 只要你粉丝做起来了 变现不是问题 尽管我是个AI博主 但是我要告诉你 AI确实可以极大的方便你的创作 然而要制作出爆火和极为优秀的治愈视频 仅仅依赖于AI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视频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固定镜头极简构图 其次是运动镜头奇幻天空 还有一种是助眠视频 这几类视频的制作难度各不相同 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增加 我挑选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视频 将为你逐一揭秘它们的制作方法 只要跟着我的部主一步步操作 你也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治愈博主 在开始之前介绍一下这类视频的变现方式 首先如果你的风景画面做得非常出色 你可以考虑出售唯美风景壁纸 另外这些视频需要配背景音乐 因此音乐推广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新出的流行歌曲往往会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推广 当恰当的风景配上恰当的背景音乐 一下子勾起你的某种情绪 那么有些新的流行音乐 可能就这样被你的视频带火了 音乐运营公司会根据你的视频点赞数量 支付从几百到几千不等的推广费用 还有一个变现方法就是做课程教学员 因为有些风景视频的制作难度还是挺高的 好 现在就进入教学 这个视频有点长 时长有30分钟 可能是全网覆盖至于风景视频品类最全 讲解最详细的视频呢 如果你想真的学到东西 做好自媒体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第一类视频 海上盛明月 那么第一个视频 你甚至不需要使用AI都能做出来 难度等级一级 只需要使用剪映 这个免费的剪辑软件 就能轻松做出对标账号的视频 我们以我很喜欢的 这个治愈号的作者的视频为例 它的视频有很多海上盛明月的固定镜头 像这个点赞达到1.7万 但它的制作却非常简单 好 我们挑选其中一个视频 作为对标视频 来模仿它做一个类似的场景 我觉得这个视频比较有趣 海上有一座小岛 然后岛的后面是月亮 好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我们就对标这个视频来做一个类似的 首先按F1截图 按F3将图保留在屏幕上 然后我们打开解映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图 它的图有一个前景 大海和背景天空 以及一些元素 比如小岛和月亮组成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做背景 那么如何获得和这个视频类似的背景呢 我们点开素材库 在六门里面随便拖一个视频 比如我拖一个白场到主轨上 我们拖白场过来的目的 并不是要把白色变成蓝色 而是要使用它的背景填充功能 在画面的二级菜单基础里面 拖到这下面 找到背景填充构选上 然后选择颜色填充 点击第一个色块 点击小吸管 吸取我们参考图的蓝色 这样背景就变成了和我们参考图一样的蓝色 将白场罗开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蓝色的背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获得这个前景水面的素材 同样在素材库里面搜索大海 但是我们要筛选一下 类型选择视频 比例选择竖屏 找一个和这个视频类似的水面 向它拖过来 由于这个视频带有声音 我们在左侧点这个小喇叭 将它的声音先关闭 或者分离音频 将声音彻底删除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视频 在画面蒙版里面选择线性蒙版 将蒙版旋转过来 好 这样水面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将视频的时长控制在8秒钟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获得月亮的素材 好 我们在缺纸里面搜索月亮 找一个和这个视频类似的黄色的月亮 我觉得这个月亮比较像 我们将它拖到轨道上 好 先随便调整一下大小 放在边上 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找到小导的素材 点击素材库 搜索小导 类型选择图片 比例选择竖屏 哎 这第一个我就觉得比较好 就用这个试一下 将小导也拖到轨道上 但是这个小导上 除了这个小导 还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怎么办呢 选中这个图片 在画面一级菜单 找到二级菜单扣像 勾选自定义扣像 选择智能画笔 调节画笔的大小粗一点 然后在小导上随意的画一下 剪映就自动帮你选中了这个小导 然后点击应用效果 好 剪映就会将多余的物体扣去 然后调节这个小导的大小 点击画面 点击基础 将它的层级调为一级 这样小导就到海面的后面去了 好 然后我们将这个参考图的大小 调整到和我们这个 监视器的大小差不多大 这一步是为了将月亮的大小调到和参考图的大小差不多大 我们点击月球贴纸 调节它的大小 好 然后将所有素材的时长拉到和如果一样长 或者拉长一点 将时间线放在8秒的位置 选中所有的素材 按W键 将素材剪切整齐 好 到这一步 基本上所有的元素都具备了 按照大家会说 为什么看着和对标视频差别这么大 这是因为还有最重要的一步调色没有做 好 我们选中这个热带岛屿 在一级菜单找到调节 点击基础 将小岛的亮度降下来 然后再点击色轮 色轮有暗部 中辉和亮 将暗部亮度降下来 将中辉的亮度降下来 将亮部的亮度降下来 好 这样小岛的亮度就降下来了 就有那种接近黄昏的感觉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调这个大海的颜色 在轨道上用鼠标点击大海 将大海的暗部亮度 中辉的亮度 亮部的亮度全部降下来 再来到HSL 将这个蓝色往青色偏 将饱和度降下来 亮度也降一点 好 再来到基础 整体的亮度再降一点 光感也给它降一点 好 这样它这个水面的颜色 就接近我们对标视频的颜色 这样它整体的色调就会比较统一 这个小岛色调感觉有点偏暖了 我们再将这个小岛的颜色调一下 在基础里面将色温降低 好 然后在本地导入一些五版权的音乐 将音乐拖到轨道上 我们再来听一下效果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水面不满意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素材来替换这个水面 那么基本上制作这个视频的原理就是这样 制作好这个模板之后 我们可以保存起来 然后如果你要做其他视频 直接在这里面替换素材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可以将小岛替换为冷船 好 将冷船的图片拖过来 然后将海岛关闭 用同样的方法抠图 好 点击应用效果 那么冷船就抠下来了 然后将冷船静向过来 然后再调一下它的层级 好 最后再调色 好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那么这个大致的思路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做得更精细的话 那么你就更精细的去抠图 或者找到更好的素材 来组合这个画面 好 那么第一个视频 我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视频 那么第二个视频的原理和第一个差不多 只是将抠图的元素 从图片换成了视频 然后替换背景 这个背景你可以用AI生成 所以从第二个视频 AI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首先在素材库里面搜索热气球 然后类型选择视频 比例选择树瓶 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好抠向的气球 比如像这个视频 好 我用的是简印里面的这个素材 如果你觉得简印里面的素材不够用 也可以来到XXL这个网站 搜索热气球 Hot Tail Blooms 类型选择视频 Videos过滤一下选择树瓶的 这里面的热气球的素材就很多了 那么在挑选素材的时候 也有一些技巧需要注意 我们尽量挑那种方便我们抠图的 也就是说背景纯粹的 比如说像这种一到两个气球 背景是纯白的天空 抠图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千万不要选这种有很多气球的 还有像这种地平线不规整的 有一些植物啊 这样抠图的时候也不容易抠出来 还有像这种有前景遮挡的也不要选 这样你虽然能将气球抠出来 但是它这个气球在动的时候 如果和这个前景发生的成叠 就如像这样 扣到后面就会有问题 好 我们就以这个气球素材为例 让它拖到主尾上 我们首先就来进行扣图 选中它 在画面里面选择扣像 然后自定义扣像 选择智能画笔 将画笔的粗度调粗一点 在气球上随意的画一下 好 再将下面的地面扣出来 扣多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橡皮擦 让它删去 如果删多了 我们再用智能画笔补回来 可以调细一点 在你使用画笔的同时 那么剪映的AI已经在处理了 这边显示在处理中 20% 22% 好 让它慢慢处理吧 我们直接应用效果 好 这时它就已经扣出来了 画面调小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的 就是一张背景天空了 那么背景天空 这一步我们就可以让AI参与进来了 如果你想让你的天空吸引人的话 我已经提前生成好了一些天空 这是我生成的一个插画风格的天空 我们将图片拖过来 好 需要将变气球放在前景 所以我们将它拖到负轨道上 然后将超话放在轨道上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预览一下效果了 我们会发现它的视频 有一些微微的运镜 从右向左移动 所以为了让天空和这个前景视频更为匹配 我们可以将天空架一些关键帧 将天空的素材首先拉大 然后在开头的位置 画面中选择基础 在位置的右侧点这个菱形 添加关键帧 然后将时间线拉到右侧 将图片稍稍的向左移动 好 我们再次观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背景就和前景一起移动了 好 然后再添加一些音乐 基本上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关于生成这个画面的提示词 我们要怎么获得呢 我们来到Lelada AI里面 回到主页 找到Personal Feed 好 这是我生成的这张图 生成这个云的提示词 我可以直接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叫做抽象 发光 流动 波浪 橙色和白色的云 精致 高细节表达 文理 风格插图 那么如果你看到别人的好看的图 平时逛Lelada的时候就要注意 可以将它收藏 收藏的图片在Personal Feed里面的 Like的Feed的奥基态单里面 比如说这个云 就可以使用了借鉴它的提示词 那么对Lelada不熟悉的朋友 可以去看我的Lelada教程 我这个视频就主要讲 对这些软件的应用了 这些软件的基础 教学 大家可以去我的Lelada教程合体里面学习 包括简印这些都是要大家自己去学习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柱棉视频 好 在做柱棉视频之前 我们找到对标账号 先分析一下它的典型视频 好 我们就以Cozy Coffee Shop的这个视频 点进去看一下 好 分析一下它的画面构成 你会发现它就是画面的玻璃窗 可以直接看到窗外的风景 那此外里面会有一些洞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壁炉里面的篝火 那么做这种视频 获得原始素材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直接找到对标视频 按F1截图 将这个图作为参考图 然后保存下来 那么第二种方法 如果你不想和网上大部分人做的内容差不多 你想创建自己的风格也可以 可以直接去网上搜度假别墅 然后点图片 就会出来很多度假别墅的图片 但是这些图片质量参差不齐 你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挑选 而且大部分都是室外的 所以我推荐用第二种方法 搜效果图网 我们就以第一个网站点进去 它里面有各种高质量的图片和模型 如何找到我们治愈视频所用的图片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搜关键词 度假别墅 然后在上面的菜单找到效果图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侧进行一下筛选 风格 以差季风为例 因为差季风比较适合这种度假休闲的氛围 所以我们找一找差季风的图片 首先肯定要找室内的图片 在挑选图片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 第一要找有那种大面积玻璃窗的室内图片 比如说像这种 或者像这种 玻璃窗最好规整 这样方便我们后期抠图 像这个图片就比较适合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参考图 像这个卧室这个窗也非常的规整 这样就会减小后期抠图的工作量 这个图最完美不过了 好我们就以这张图为例 下载原图需要24的下载币 那么现在有AI的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免费获得这张图片 或者用这张图片作为参考图 按F1截图 F3保存 为了避免版权 我们不会直接使用这张图 另外我们截图的像素也不够 确实就需要用到AI了 现在来到Koreal AI这个网站 我们进入upscale and enhance 放大图片 将刚刚截图的图片上传 这一步不是为了直接放大这个图片 而是为了获得这个图片的提示词 因为自从Koreal AI更新之后 现在只要你上传图片 在prompt这一栏里面 会自动出现这个图片的提示词 我们将提示词复制 来到谷歌翻页里面 看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图像中有一间舒适的卧室 配有一张大床 一把椅子 一张桌子 和事案可以看到雪顶的窗户 房间设计独特 最有倾斜的天花板 和透入自然光的玻璃屋顶 房间和摄有壁炉 温馨一人的氛围 这个描述应该是相当详细了 但是呢 我们想改一下 我们需要将可透入自然光的玻璃屋顶去掉 否则后期做下雪事情会比较麻烦 因为屋里的雪不太好做 所以我们找到雪友倾斜的天花板 将and a glorious roof that lets in natural light去掉 图像中雪友这句话也可以不需要 复制最核心的关键词 来到尼奥拉道这个网站 好 我们将提示词粘进去 直接用这个提示词 生成一张新的图片 将图片的比例改为16比9 模型使用尼奥拉道KiloPiL 先试一下 很好 场景非常的完美 壁楼房屋顶都有了 那么我想有一点圆图的风格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Imager Guidance 使用Imager Guidance之前 注意将PromptMagic关掉 否则的话Imager Guidance无法使用 然后点Upload Image 上传我们刚刚的参考图片 将参考图片的强度调到低于0.3 我选的是0.17 好 这时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下 好 这次它壁炉有了 沙发也有了 但是窗户还是很独特 我觉得这张图也不错 非常有休闲的氛围 将它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再回到Coreal AI的 Upscale Image图片放大 将原来的图片删去 将刚刚下载的Leodal生图上传上去 好 这时我们要将这张图片放大 提示词它自动生成 放大倍数选点倍 在风格里面选择Digital Art 图字艺术 AI强度调高一点 0.79 太低了的话 会导致画面放到的很模糊 这个Resemblance 相似的强度0.57 保持默认 负面提示词先不写 好 我们Inhouse看一下 那么Coreal AI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但是更新的之后 每天只有3分钟的免费计算时间 它计算一张图大概在10秒钟左右 所以每天大概可以免费放大18张图 好 已经放大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Core图的环节 Core图一般会用到PS 我会用这个在线版的PS来代替 叫做Photopia 输入Photopia.com 进入它的主页 点击从电脑打开 将刚刚放大的图上传上去 然后点击套索工具 选择多边形套索 在窗户上面画线 在Ilt键将图片放大 便于我们操作 好 这弧形不要紧 我们可以将它分解为多段线 一小段一小段来构成它的弧形 还有大家在生图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这种窗前有植物的 因为我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我扣图的时候就增加了工作量 还好这个植物不复杂 问题不大 好 回到起点之后 选区形成 按Delete 删去 再来扣这边的窗户 按Delete 将选区删除 好 抠图完成 点击文件 导出为偏积图片 保存 然后图片工作还没有完 我们还需要来到聊拉当中 镇成一个窗外的雪景 雪景的图片就更容易找了 好 我们直接来到百度 或者是谷歌搜索瑞士冬日小镇 然后点图片 就会出现很多瑞士冬日小镇的图片 就是任何一张图都可以作为窗外的风景 比如说这张 好 我们就以这张图为例吧 按F1截图 好 然后再次来到Koreo AI 将刚刚的截图上传 好 放大倍数 碾倍 风格选择数字艺术 AI强度调高一点 0.77 直接Inhouse看一下 好 放大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放大的图 好 下载下来吧 那么接下来就要用到剪映 进行视频的合成 打开剪映 导入刚刚放大的图片 和我们已经扣好图的类图片 将放大的图片拖到主轨上 将扣向的图片放在主轨的上方 然后将比例改为10x9 将图片再拉大 调到合适的位置 选中主轨的窗外雪景图片 点击调节 将窗外雪景的图片亮度调低一点 这样夜晚的感觉会强烈一点 然后将黄色的亮度调低一点 橙色的亮度也调低一点 好 接下来就是要找到下雪的素材 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视频素材 你可以去油管上搜索 一小时的下雪素材 但是如果你要做短视频的话 可以直接在简易里面搜索 下雪 然后类型 选择视频 比例 选择竖品 不要找绿木的 直接找这种黑底的 好 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以这个为例吧 将混合模式改为变量 这样黑底就去掉了 然后将下雪素材多复制几分 依次拖到右边 好 然后选中所有的雪花 新建复合片段 再将混合模式改为变量 画面基础找到层级 将层级调为1 雪就到窗户后面去了 好 然后将图片的长度拉到和雪花的素材一样长 好 接下来就是找背景音乐 为了避免版权问题 我一般都是直接在平台的音频库里面直接搜索 就说我来到YouTube工作室 在左侧找到音频库 然后点击倒三角 选择不需注明出处 牛派里面选择费为音乐 在曲调里面选择平静 浪漫 点击应用 可以试听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就点五角星收藏 收藏好之后 点击你加星标 就可以找到你收藏的音乐 一到最右侧 可以直接下载 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就不再演示了 好 我将下载好的音乐导入进来 比如说这个Dreamland 好 我们试听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要增加一个动的元素 那就是柴火 也可以在选音里面直接搜索火苗 好 类型选择视频 比例选择视频 我们找一个和这个火苗比较相似的 让它拖到户轨上 混合模式选择变量 将它的大小调小一点 好 我们试着播放一下 它还自带音效 由于它这个自带柴火燃烧的音效 我们也不需要再搜索柴火燃烧的声音了 如果它不带音效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音频音效素材里面搜索柴火燃烧 好 试听一下第一个 好 跟这个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使用它这个音效吧 是不是都快要想睡觉了 好 调整好之后 我们导出导出2K的 不要导1080的 一炉吧 好 那么这种混屏的视频 你可以就放在YouTube制作长视频了 可以将视频的片段多复制几份 一个视频做到一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 这样你可以用于播放 也可以用于直播 如果你想放在抖音 或者是TikTok等这些平台上 做短视频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只要我们将长视频导出 再次打开剪音 将刚刚导出的横屏视频 下载进来 好 拖到猪鬼道上 点击比例 选择9比16 然后将视频高度 拉到充满整个屏幕 然后将它的位置 落到左侧 将时间线放在视频的开头 在位置的右侧 点击这个菱形 添加关键帧 将时间线 摞到视频的中间 点击图片 向左摞动 一直拖到最右侧 好 再将时间线 拖到视频的结尾 将画面向左移动 再移到最左侧 这样在一个视频里面 就完成了循环 我们大概看一下效果 好 然后导出就可以了 导出之后 你就可以发布到抖音 或者是其他的视频 短视频平台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狗拉雪橇 这个视频看似简单 实际上是所有的治愈系 视频里面难度最高 也是门槛最高的 它的制作过程还是有点复杂的 因为它需要用到 After Effects进行镜头跟踪 那么一听到After Effects 可能很多人就打T5了 没错 制作它的过程确实相对前面几个比较复杂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视频 所用到的After Effects的一些 操作和功能就可以了 只要你跟着博主一步步的做 相信你一定能很流畅的 创作出这样的小狗拉雪橇的视频 好 我们分享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也是分为前景和背景 那么它的背景是使用AI生成的奇幻的图片 给人一种奇妙的空间感 当我们播放视频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天空是跟着镜头旋转和移动的 我相信AI在未来一定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在目前AI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必须要用到特效软件After Effects 首先我们需要生成类似的背景图 找到对标视频 将参考图的天空截图 按F1截图 F3保存 然后我们来到Coreal中 获得它的提示词 将刚刚保存的图片上传上去 好 看一下它提示词写的是什么 我们来到Lialado中 将提示词站上去 打开Image Guidance 然后上传刚刚的截图 作为参考图 然后将比例改为16比9 加长图片的参考强度生成 好 这样和我们原图就有点像了 那么原图的像素不太够 只有912x512 我们要获得高清图片 需要将原图放大 有年转放大模式 一种可以直接在Lialado里面放大 另外可以在Coreal AI里面放大 好 我们年转都尝试一下 好 首先将它下载下来 将Lialado圣图上传到Coreal AI里面 好 放大倍速选择脸背 增强看一下 与此同时我们来到Lialado 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回到主页 在Personal Feed里面找到刚刚真诚的图 就是这张图 点进去 然后再点击这个图片 这时在图片的下方就出现了放大按钮 这几个放大按钮 在前面的Lialado教程中 我也介绍过 这里就不再细说 我们就用这个锐化放大试一下 HD Crisp Upscaler 放大的请求已经被服务器接收 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 好 等待的同时 我们来看一下Coreal AI放大好了没有 已经放大完成 我们看一下 这放大的有点太具象了 那么放大的太具象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等一下和前几人和会不太好 我们再看一下Lialado的放大图片生成好了没有 嗯 还没有生成好 不过我之前已经生成了一些类似的放大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 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吧 HD Crisp Upscaler的Image 让它下载下来 好 准备好了背景图片和小狗素材 我们打开AE 左侧点新建项目 首先将它宁存一个名称 好 将它的文件夹改成A Pro 宁存为DogTube 然后在这个栏里面双击 将刚用的图片素材上传上来 再将小狗的视频也上传上来 小狗的视频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在这 点击小狗视频 名字叫下载7 右键 基于所选项新建合成 视频就进到下面的合成框里面 同时进入时间线 在视频上右击 找到跟踪和稳定 点击跟踪运动 按住Alt键 放大监视器中的视频 拖动时间线 观察视频 找到一个视频从头至尾 都出现在画面中的点 发现这地方有一个不动的物体 可以作为参照物 你们将跟踪框挪过去 就这个点嘛 然后叫外框拖大一点 将跟踪点确定之后 我们将时间线拖到最左侧 然后在运动员里面选择下载7 跟踪类型变换 勾选位置 然后点击这个播放键 向前分析 好 跟踪完毕 这上面会显示出一条跟踪的轨迹 然后我们在鼠标的位置 右键 新键 充对象 在下载7这个素材上点击一下 点击编辑目标 将运动应用于刚刚兴建的空一对象 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应用 运用维度X和Y 保持默认 点击确定 好 我们在鼠标的位置 点击空对象 按快捷键U 会发现到空对象 已经具有了刚刚跟踪的轨迹 刚刚这一步操作的意思 就是将下载7刚刚跟踪的轨迹信息 赋予给这个空对象 或者叫轨迹数据赋予给空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要将原视频进行裁剪 我们需要选中下载1 然后点击工具工具 在背景和前景交接的地方 将前景框出来 这样背景就消失了 点击下载素材左边的小箭头 找到蒙版 再点击蒙版左边的箭头 蒙版1左侧的箭头点开 找到蒙版语化 在像素左侧0000移动鼠标 当鼠标变成方向箭头的时候 按住左键向右拉动 这样就会将相比路径的边缘进行语化 使它和背景交接过渡的地方显得自然 好 收起下载的小箭头 那么我们再将背景图加载进来 刚刚的背景图是这一张 让它直接拖进来 好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首先要切换成选择键 然后才能挪动这个图 好 缩小一点 太大了 那么此时这个图片依然是不动的 因为它和原视频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拖动一下时间线看一下 你看前景在动 但是背景的天空并没有动 此时我们只需要将背景图片选中 然后将右侧这个漩涡拖到空对象上 按住这个漩涡 在空对象和漩涡之间建立一条直线 此时空对象的轨迹数据就赋予给了这个图片 这次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看一下后面的背景有没有跟着移动 看到没有 背景在微微的移动 但是你会发现镜头有旋转的动作 但是背景没有旋转 这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跟踪的时候 没有勾选旋转信息 好 我们重新跟踪一次 新建一个合成 右键 选择跟踪和运动 这次我们勾选位置旋转 同时在选项里面勾选跟踪场 点击确定 当我们勾选了位置和旋转 它就出现了两个跟踪点 这在A里面叫双点跟踪 刚刚指跟踪位置叫单点跟踪 我们发现这有一条颜色深的线 我们追踪这个定频线吧 选好了跟踪点之后向右分析 好 在空白处新建 空对象 然后点击编辑目标 将运动应用于空对象3 确定 点击应用 确定 现在我们将前景扣图 选中下载期 用钢笔工具将前景扣出来 然后调整一下边缘的语化 好 然后将背景图拖过来 选择背景图 调整一下大小 然后将背景图片窝 链接到空对象3 好 我们预览一下效果 好 这次由于我们选取的 跟踪对象非常的完美 那么基本上天空和相机 是分号的融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 如果你觉得效果满意的话 你可以点击上面的合成 添加到渲染对立 在下面选择输出的文件夹 我选择的是A1V9 保存 然后渲染就可以了 那么有人说 那我想做其他颜色的小狗 拉雪翘子行不行呢 这又涉及到调色的话题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简易里面调色 好 导入刚刚的小狗视频 让它拖到猪轨道上 我们点击调节 选择色轮 然后选择骗色 好 是不是颜色就变了 你想骗什么颜色 就骗什么颜色 然后在左边 你可以调节紫色的饱和度 右边可以调它的亮度 是不是也能调整紫色 好 我们看看一下效果 那么掌握了这个原理之后 后面的天空 你就可以发挥想象力 借助AI生成各种奇幻的天空 或者背景不变更换前景 好 以上就是 治愈器冲击视频的四种做法 掌握了以上的四种 治愈器视频做法 基本上已经覆盖了 80%的治愈器视频的做法 那么还有一些难度更高的 比如说像这种 月亮在树的后面 或者像这种月亮在树的后面 也要用到AE 如果你们在这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单独出一期 教大家怎么做这种 将月亮放到树后面的治愈器视频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你点个赞 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方案点赞可以导致收藏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另外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 我是 AI-BOX 我们下期再见